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这下都买齐了吧 对了 你知道吗 咱们家里边还缺好多东西呢 对呀 咱们还有那个厨具 那个备单 床具啊 还有 咱们要多买几张写字 对呀 那间的写字好像挺好的 叫什么呢 我也忘记叫什么了 说在这附近 到时候再去看看 那儿 我想试着她 试着她 走走走 快 那我们是不是明后天 再去把那个东西买了 你觉得红色的好看 还是蓝色的好看 嗯 人是去哪儿了 好 我们先去门口挡 走 哎呀 哎呀 唉呀 咱们 这儿 走 你看你今天跟我嘀嘀咕咕的 单字上好多东西都还没买呢 算了吧 忘了就忘了呗 那怎么可以忘记呢 咱们结婚啊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你一定要严肃的对待 老婆说的对 老婆教育大好 又贫贼 那小钱你多少钱 要不 好几买完呢 这不要不回来 咱们现在出去买一趟吧 你都不知道多少钱 老婆 老婆 你看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要不你告诉我你想买些什么 那也行 你看啊 这个单子上呢 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买 买过的我都已经滑掉了 然后 你记住把这几样东西买回来就行 怎么了 我在家里做饭等你回来 好 那我先去了 嗯 路上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好 总裁过来啊你 我这不漏上堵车吧 就来晚了 这人人找到了吗 就在这小区 对 这小区啊 对 哎哎哎哎哎哎 等着吧 等着吧 在这儿啊 杨总 找你真不容易啊 总算等到你了 几位兄弟 你们怎么会找到这儿呢 这要是被我老婆看见了 那 那我就完蛋了 杨总 我们去你们的公司 说你不在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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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实在对不起啊 这就是因为公司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 别找理由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钱 你想赖账是吧 啊 点钱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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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钱给我 给我 给我 这个 你看吧 这个我 我 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 是吧 我杨凯是那种 亲钱不还的人吗 哼 要不这样吧 你们啊 给我几天时间 啊 让我先想办法 就几天 啊 我保证 这我一找到钱 我马上还给你们 好不好 我们不相信你 今天不给钱 你哪儿都别想去 就是 哪儿都别走 哪儿都别走 还想走啊 还想走真是 大家 大家别这样吧 有话好好说嘛 对不对 你们这么围着我 我也变不出钱啊 你们想想 你们是为了欠款 我是为了公司周转 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钱 一样的 要不这样子吧 兄弟 你们再给我几天时间好了 我找到钱 我马上还给你们 就几天 我保证 谢谢啊 谢谢兄弟 算了算了 就几天 行 我就再信你一次 万我收不给钱 可别怪我不客气 好 以好自为之 赶紧抽钱 走 慢走啊 杨凯 杨凯 你怎么出那么多大汗啊 老婆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就是下来看看 你要是没走的话 就别去了 那些人是谁啊 那几个人他们走出小区了 然后就过来问我 我跟他们胡扯了几句 我这儿去给你买东西去 今天就先别去了 你的车不是没在吗 要是没有车的话 你出门也不方便 再说了 现在都到吃饭了点了 要不咱们明天再去吧 咱们家的那些情帖啊 都还没有写好 我们就先回家把情帖写好 好吗 好好好 老婆我都听你啊 走吧 好 怎么 好吃吗 嗯 好吃 我经常来这里 我喜欢这里不紧不慢的生活 你喜欢这里的钟声 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 就会让我内心平静下来 也能忘记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开心最重要了 对了 我最近比较忙 因为我找了一个老师 学习用左手画画 否则呢 我就会带你到时逛了一下 圣美德宝兰 哦 不饿了 我这次来 怎么了 我要结婚了 结婚 喝压力 冲滚 哦 恭喜你 祝你幸福 其实我最不想听到的 就是你这句祝福 可是我能给的 也就只有这句祝福了 我知道 有些事凑合了也就凑合了 而且我也知道 我已经输了 输得挺彻底的 简小姐 简小姐你这是 你要走吗 再见 再也不要见 你为什么又要走 你又要回国外吗 从今往后 我和简氏 还有这房子里的所有人 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看看你 虽然前几年我也来过这儿 那个时候 我没有能力 也没有勇气来陪伴你 现在我有了 可是我依然得不到你 老天爷真幽默 是吧 我不知道 又想逃跑吗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看来简小姐你很喜欢逃避了 当然不知道了 更加不知道 我和雅丽结婚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她可以捐身给我的妹妹 如果是其他理由 我绝对会拒绝 可是关系到我妹妹的生死 我真的拒绝不了 这些事情 第一次 你们中国的物件 自己的营物件 其实我们实际上 我们不全国的真正 我们都很严重 就像我一样 一样 最终的文件 我觉得你们 可是我一想到 雅力因为我的妹妹 去摧残自己的身体 我的心就特别特别痛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可笑的 你是挺可笑的 因为你明明很在意压力 而你自己却不知道 不可能 我喜欢他就你一个人 时间能改变所有的事情 包括你的心 虽然你自己还不知道 但是在你心里 最爱的人是杨雅力 你之所以不愿意跟他结婚 是你不愿意再让他受到伤害 因为你心疼他 所以你的心才会特别特别的难受 不会 我喜欢的就你一个人 压力 我真的挺难受的 我心特别累 特别特别累 别喝了 你让我喝完吧 我明天就回去了 要去面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人 去面对那些 我根本就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让我喝吧 这些年 我一直有一个错觉 你长大了 我却一个人留在十八岁 你离开我的那个时候 你不应该拿过来 啊 医押集团 年益 盈益 有没有空出来聊两句 怎么突然有空找我聊天啊 你来了就知道 我给你发位置 你过来吧 好 这怎么用啊 我看看它 这个 是不是点这个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不好玩 我们进去看看吧 走走走 好 好 然然 怎么叫我来图书馆啊 我喝咖啡 来喝墨汁了 天天喝咖啡 换问口味不好吗 有道理 这里呢 也别有一番风味 请坐 你坐 然然 是不是 这几天你没有见我 想我了你才约我 如果我说是呢 那就再次证明我年翼 魅力私舍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是来妹上找家珍的 他临时说有事情 不能陪我了 所以我就想到年总你了 知道事实的我 还无比伤心 但是好歹 我也起了点作用吧 只是这里呢 环境太优美了 我有些 不自在 年总你呀 跟家珍提起的你 一模一样 你们聊天的时候 会不会经常地 提起我 哎 然然 我还不知道 你是做什么的 嗯 我在一家专做投资并购的 咨询公司上班 哦 那咱俩是同行 是吗 对啊 我是做投行出身的 那你对企业管理运营 是不是很懂 实际经验并不是很多 但我喜欢分析各种案例 哦 说来听听 杨总这边请 杨总他外出有事 您先在这边休息会儿 好 谢谢 好 安然 没有想到你入行没有多久 竟然有如此独特的见解 我真的实在是佩服 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 就只是个谈吃论喝的吃货吗 不是不是 我是真的觉得 你特别厉害 三五句话 就将其中厉害 点拨了出来 而且我现在对你的脑袋 挺感兴趣 想吃到并不难 美食当前 有问必答 想吃什么 我买单 水都已经喝完了 我想喝杯咖啡 那正好楼下有 要不然咱们 边走边聊 好啊 走 佳真 你怎么在这啊 那个 我是过来给朴正送请帖的 我给他一直打电话 他都没接我电话 朴正哥去非洲 参加公益活动了 我刚好帮他收拾收拾 非洲公益活动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呀 是这样的 我那个请帖 做了两份 要是朴正 他没有时间 过来参加我的婚礼 你的请帖 我也写了 希望到时候 你可以过来参加我的婚礼 以前呢 可能虽然我们两个 有点误会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对吧 希望我们两个以后 可以做好朋友 我会去的 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然然 我一直认为 我在投行的想法 是独树一帜的 没想到你的想法 更特别 让我耳目一新 下回我做东 请你吃好吃的 顺便向你 请教请教 请教是不敢当 不过咖啡 是必不可少的 这都是小意思 那就这么说定了 然然 我公司呢 还有些事情 要不然 你先去忙吧 我也约了朋友 那年总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事情就是这样的 修理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你知道的 我跟一二集团 这么长的时间 在合作中 这一丁点问题 都没出现过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的忙 把下半年的款给结了 帮我渡过这个难关 你知道的 我向来很少开口 可是这一次 我真的万不得已 我才 我才开这个口 你的心情 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知道 一二不是我的公司 这一切 都需要开会通过的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贪功心切 就想着跟他结婚 想着给他美好的生活 可是我真没想到 千错万错就错在那么一步 还没有当那一步呢 曾经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这两天 我为他的事情 我都快挤破脑袋了 我想着 找什么理由 推迟婚礼呢 有可能会离婚 不是 你说程静 不因为你破产的事情 就跟你离婚了 不是他想跟我离婚 而是我不能跟他结婚啊 你想想 万一破产了 谁愿意给我挨着苦啊 还不如让他 跟那个嫖争去 杨总 有位云小姐在会议室等你 云小姐 我有约吗 杨总 以现在的状况 我认为 这个是最佳的选择 你认为呢 可是我们公司的价值 远比他出的价要高 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趁火打劫 杨总 你要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的公司价值 是不能以长情来判断的 况且 你现在债务缠身 想要获得资金偿债 那比登天都难 现在有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 来资助你 那是双赢的合作 怎么能说 是趁火打劫呢 行 你先让我考虑一下 好 我等你的答复 杨太太 恭喜你怀孕了 真的吗 真的 恭喜你 老公 你回来了 你怎么脸色不好看啊 没事 可能是我午饭吃得太油腻了 然后经常吃你做的清淡的 这偶尔吃一顿快餐 还有点不太习惯 那这样吧 以后呢 我会经常给你做饭 然后给你送到公司去 好不好 好 那你等一下 我还有几个菜呢 行 喂 杨总 我只是想提醒你 尽快做决定 对你和公司都比较好 实际情况 你不是更清楚吗 我知道我知道 让我再考虑一下 好吗 那个 老公 你给谁打电话 没有没有没有 就供应商要货 挺急的 这样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 你现在准备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好 喂 朴正哥是你吗 你到利比亚了吗 到了 路上都好 就是打电话不方便 你怎么样 我也都好 就是想你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大声一点 我说 我 我没说什么 你是不是没告诉成静 你去非洲了 他 他发请柬 让我们去他婚礼 婚礼参加不了 喂 朴正哥 我以你女朋友的身份 去好吗 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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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正哥 朴正 你刚才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以你女朋友的身份 去好吗 什么 我听不见 喂 朴正哥 你怎么不说话呀 朴正 对不起 我要走了 他们在等我 改天再电话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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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等了好几天 就等了这么痛电话 好 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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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什麼想法 提前支付結算款 肯定是有風險的 而且我們看過合同 合同裡也沒有這一條 我們完全可以拒絕對方的要求 我們查看了以往合作的案例 像這種提前支付結算款的情況也是有的 而且他們的金額有限 不會影響到我們公司的整體運作 這個提前付款 以前是什麼情況 那是習總的意思 對方的公司遇到了一點麻煩 來找習總 考慮到和我們ER集團合作得很愉快 未來還有合作的可能 所以習總就吩咐特立特辦 特立特辦 看你那嘴 覺得都快比天還要 昨天晚上朴正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你今天应该高兴才是啊 高兴什么呀 断断续续的 说什么都听不清楚 那他地方比较偏 没有信号也是正常的吗 我知道 但是吧 哎呀算了 一会儿 看完书 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又买什么衣服呀 程静和杨凯的婚礼我要去参加 去买那个衣服 我说程静和杨凯的婚礼 你穿那么漂亮干什么 你是当天去抢新娘风头 还是去抢新郎啊 我跟你讲啊 程静和朴正哥认识那么久 他们俩好多共同的朋友 他这些朋友吧 难免会拿我和程静对比 我这还不是为了好看点 不想给朴正哥丢人吗 我们家墨大小姐这么漂亮 人家看了眼之爱差不多 回国没多久 倒是学会说真话了 这是你自己想念吗 你已经去找到一位 我找到一位 你也是用到一位 發生的自己的儿子 电梯 叫她走 跟朴露正哥认识 你会在吗 她被想念 你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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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ats 假设啊 杨凯要是跟澄静分开了 那嫖正放不下澄静的话 你会不会考虑年翼啊 你这都什么问题啊 假设嘛 我不是都说了是假设嘛 你会不会考虑他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很认真的说一遍 我 跟年翼 就是普通朋友 什么是普通朋友呢 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不可能 就算我跟调整哥分开了 我也不会考虑年翼的 更何况我和调整哥 不会分开 为什么 我觉得 年翼各方面条件 都挺好的呀 不对呀 今天怎么怪怪的呀 哪有 看书 看书吧 看完了等会儿陪你去买衣服啊 我给你 兰兰吗 我是年翼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个事情啊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哎 好 我现在在图书馆 你来找我吧 好 拜拜 佳真啊 我等会儿不能陪你去买衣服了 公司有急事 我得赶紧回去 下次再陪你逛 好不好 乖了 乖了 那我走了啊 对对对 把树收拾一下啊 拜拜 收拾书 收拾书 这个朋友圈有意思 我给你看看 嗯 来 看 找我来又不说话 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 是这样 我的一个朋友 遇到点困难 有人想找他帮忙 而他也不知道帮还是不帮 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嗯 是这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说要开会啊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挺着急的 存活着 屈 dental 每天主不可能 多别人 一 词 得 EN 喂 先生您好 我们这里是短期贷款的 您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 可以帮到您吗 你经济才有问题 你全家都有问题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罐 进来 杨总 这个不用签字 这是银行送来的 催款通知书 我们贷款到期了 如果再不提交的话 他们就 这帮家伙 公司效益好的时候 爸爸的上难 效益不好了 说犯了就犯了 真是过分 行了 没事 你先出去